第3項9題 當小球大達光滑乾板PQR的哪一點時 所受的合力最小 我們可以看到 它在P跟R的點上的時候都有一個高度 那麼它呢都有受到一個所謂的重力的作用 所以呢它會往下加速或者是往上減速 而到Q點的時候呢 它這邊呢是在光滑的水平面上 它是等速前進的 它所受的重力呢 被我們的鋼板給它的向上支撐力抵消的 因為它所受它是做等速度運動 所以我們知道它的合力是0 所以它的合力會是最小的 所以第3項9題問我們說 當小球到達光滑乾板的PQR哪一點時 所受的合力最小 我們答案選的是BQ點